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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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已经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15分钟 其实你最好把你的alarm set好 这个是daily 然后你每一天最好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 你自己每个人的时间不一定一样 你就把它确定了以后 每一天到的时候就做 15分钟做到很好 如果还想继续做继续做没关系 如果想要休息就休息 那没关系 但是15分钟一定要做 而且是每一天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 以后我会跟大家讲 以后也是想功利的话 如果我这个其实问题也蛮好 刚好我可以expand a little bit 让大家晓得说 这个daily是so important 如果我每一天练习 我的这个叫做我的进步呢 我会进步是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 如果我有一天没练 我不是少了七分之一 我是少了一半的benefit 一半的这个功力 是一半的这个程度 有差这么多 尤其beginner 你这个如果少一天 你会少很多 那像我们假如说 尤其开始练习的时候 应该是要跟大家讲 比如说你每天练30分钟 如果你有一天force 我特别特别的原因 我那一天就没办法练30分钟 那你也做15分钟把它连起来 这样子就不会drop 这个变成一半 七天的变得只有半个星期的功力了 这个这个 因为你要build out 尤其现在要冲冲冲 yes 不容易做到没关系 就是要用这个 而且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功法真的就是proven 而且这个手帮助 这是一个秘诀 很多人觉得很小 这个东西呢 这个会 会这个单甜呼吸的人说 我根本不要任何帮助 我马上就做会了 那不会的人呢 会很多人会像这样子 就说哎呀 他是谁我就是做 就是做不到 但是你就用你的手帮忙 绝对每一个人都会做到 每一天练习15分钟 用手帮忙一定会做到 好不好 OK 再讲一遍就说你看 你用你可以 你这个手这样子 然后你这只手帮忙的 把它压下去 吐的时候 拉下去 这样子肚子就小下去 然后吸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等他讲完这句 就帮我一站回来 等他讲 请他进来对不对 对对 因为我又 嘿老师 那个 Heidi现在在等你让他进 好好对 OK OK 谢谢 谢谢 好 好 没关系 Heidi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是说 我再强调 每天练习15分钟 这个是 daily是非常重要的 那 那既然这个 Kathy刚刚提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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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现在还做不到复视呼吸的 没有关系 真的 你做不到你要告诉我 那我 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什么原因做不到 又可以讲细一点 我就可以帮忙大家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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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额内收 舍柄上额 然后眼睛往前看了以后 慢慢慢慢把眼脸下垂到一半 然后开始做 然后开始做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让你慢慢慢慢可以比较从 心不定不静 然后慢慢慢慢进入情况 老师我可不可以问 一开始的时候 你先请请问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 比如说要三分钟五分钟才进入这个比较安静情况 那后来越来越做越来越做你会很快就到了 好对不起 那朱欣明 可不可以那个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啊 可以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放音乐呢 现在没有听到 没有 我放的音乐是非常小声的 现在听到了 我是一边听那个国乐一边一边做 我这个很好 那你国乐的但是也很多种 不要 比较安静的那种 我这个就是消 对对对我听的是二胡 对很好很好对 还有 还有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你自己安静 定下来 还有可不可以躺着做还是一定要坐着做 OK 很好 好 我跟大家讲说15分钟呢 那个15分钟呢 是做的 如果你想要再多做但是没有时间坐在这里做 那躺着或者是站着 是可以的 但是就说那是叫做什么 Extra 那个是extra credits OK 千万基本的要做到 躺着呢 有一个要领 或是你平躺以后把脚勾起来 这个是秘诀 把脚勾 你说要这样子躺啊 平躺以后把脚勾起来 OK 为什么呢 你看平躺或者站着 我这个肚子就拉直了 嗯哼 拉直了 就大小 这个动的大小呢 就比较不容易动 所以说你脚一收回来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接近了 所以就比较幅度比较容易做 那你脚收起来 是不是要两个手去帮忙把那个脚固定在那里 不要不要 你脚收起来稍微看你到一个程度 你就应该要放松的 OK 不要用手 还有啊 我坐一坐 有的时候会感觉冷 冷 嗯哼 OK 好 哪里冷 哪里 背后那个背后还有两只脚 好像从后面开始 就是把你的身体分成前面跟后面的话 我后面那一块弄一片感觉冷 OK 那你坐之前不能 没有 OK 好 我我上次有没有提过就是很多人就是热胀痠麻 甚至痛都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冷呢 是比较少有人的有的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碰过 那冷的的话呢 那你在 对 对 你用手帮忙吗还是不需要用手帮忙 不需要 我现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看东西啊或者打卡或者是打电脑的时候 我都可以感觉到我现在是用肚子在呼吸 不需要去不需要去提醒我自己 但是会觉得有点冷 那有的时候在床上那时候早上起床以前或者睡觉以前睡不着啦 或者起来了还不想起床我就在那边坐 那时候就会热 OK 也许是被子该多了 OK 不是 你那个就是比较放松 我正想要讲你做的时候你开始紧张了 你在压的时候啊你可能全身在用力 你要只要想到只是腹部下腹所谓的单田area做 你要希望能够只focus在哪边不要focus到其他的地方 要希望concentrate 不过没关系 我们后头第二第三堂的technique就是教你怎么focus 但是不错很好 你你你这个已经可以做到这个感觉很好 那还有没有人 不可以做到的 我先讲一下 泰迪 我现在躺下来 这种护士比较容易 坐下来好像比较不容易 OK 好 没关系 那个脚不要 就是直直躺下来 好像很容易这样呼吸就前部那个肚子就大起来 OK好 那很好 表示说你可以做到 你只是坐在这边的时候呢你紧张了 所以说我讲说用gravity 你要这样子做一做直的 然后摇摇身体 让你身体 让gravity help you to make sure你是 straight 不是这样子 不是前倾 不是后仰 前腹后仰都不行 这样子最放松的一个姿势 然后做 不容易没有错 不容易没有错 但是就是要练习 不容易没有关系 只要练习就好了 而且你已经躺了 你已经可以做 那你就想办法把那个感觉 apply到你现在sitting的时候去做 就会很快 但是记住放松就是 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如果说呼吸的时候 腹部有起伏的话就表示做对了吗 腹部下腹起伏就对了 那好 这个问题也很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focus on下腹 就是我们讲的单点对不对 就是下腹 那你说我focus on下腹起伏 那我的上腹或者中腹也在动 对的 绝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到 你是focus on你的下腹 moving up and down 为主 其他的是为腹跟着走 一定会跟着走的 一定会跟着一起大起来 那是对的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是关于速度的问题 就是说在呼吸的时候 吸降的时候比较快 然后吐的时候感觉可以控制 可是吸的时候 那个肚子就会蹦一下脏 所以怎么调节这个速度 OK 那个你们有看那个comments 那个是谁 颜安丽 他问了问题 他也就是说不均匀 这是很comment的一个问题 那 你就是要想办法 吸跟土的时候都要想到那四个字 细 长 慢 柔 那你会想说你叫我长 我怎么长 我怎么长我不容易长 那你就想办法你的呼吸要细 柔柔的吸 你就容易慢了 你就会长了 所以你就要慢一下心来 来你是说你是土比较容易长 那你吸呢 你就要想办法 我不要一大口气 我要很细的吸 用这个四个字你去想去体会 然后我去尽量做到细细细细的 那要很均匀的 不要这样子的话就叫jerky 那这个气功的technical turn 就叫做凹凸 你看我这样子很顺 我这样子这样子 我就有一个凹凸 那不要凹凸 其实就是我不需要讲那么多 其实就这四个绝对是非常 非常有用的这个口诀可以帮忙 细 长 慢 柔 所以那你可能就是要注意到细跟慢 就容易长了 那你要揉你也就容易长了 好不好 试试看 对这个这个都是都是 都是需要练习的那个 那表示说大概你已经可以做到起伏 只是说呢速度呢不容易均匀 每一个很多人都一开始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你就想到细长慢 我这几个方法去练好不好 老师我有一个有有问题 那个都脉跟前 都脉跟任脉中间的焦点是在哪里 OK 你这个太advanced了 OK 好 没关系 那我给你讲一下 任脉是前面 都脉是后头 焦点呢有很多不同的definition 我要再特别讲一遍 比如说假二中一的话 是都脉是到后头 到这边 那个任脉是从前面这样下去到会因 两个在会因交回 但是我这一套工法 我们讲的任脉都脉呢 是以会因跟百会为这个分界点 百会跟会因前面就是任脉 会因到这个百会后头就是都脉 好不好 以后我讲任脉都脉 我的definition是这个 那你看到很多definition 跟我这个不完全一样 没有关系 因为我这一套要按照这种definition 来告诉你怎么做 OK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口气应该要多充满 像我如果第一口气用了百分之百的这样吸进来 百分之百的吐出去 第二口气就非常难 来不及吸了 因为好像气才全部光了 所以我们一口气应该吸多少 百分之八十还是百分之百 OK好你这个问题很好 那那就是说你这个百分之百是多少 你怎么认识说这个百分之百 记不记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上次有提到 你要你可以试试看 那你现在的百分之百 我随便取取一个数字 这随便取的 假如说是六秒 那你要做六秒吸六秒土 你至少要做五次 做完以后会不会感觉到 我好像不顺 如果我有感觉不顺 这六秒就不是你的时间了 就不是你的全呼吸了 你就要调了 你要大概摔五 你现在刚刚讲你说百分之百第一次 但是第二次马上就已经感觉到不够了 那表示说那个百分之百不是你的百分之百 那你就再试就往下走拉一点一点点没关系 譬如说少一秒 那你再做我可以连续五次吸满 那但是我下午五秒钟吸完了以后还是很顺 那大概这个就是你的速度 然后你就用这个 那每次还是吸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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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绝对不要 你看我甚至我 这个女生可能会不高兴 我戒指我都不戴 手上不要戴 手上不要戴 手上不要戴东西 金属的 什么都不戴啊 连戒指 连戒指也要拿掉啊 对最好 对最好 那个 眼镜呢 像 有些跟我比较熟的就晓得 我 我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我 绝对不是心理作用 这个 有绝对 对这个身体有 有直接影响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 sensitive enough 去 感觉到 不是 那 绝对是的 不要 千万不要用这个 你是在做气功的时候 然后 对你没有 因为你没有特别感觉 你做气功的时候 你就不要做 我是 是绝对不能戴的 任何时候我都不能戴 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 像我做这个呼吸的时候 有时候 眼睛是不是一定要张开 还是也可以闭起来做 OK 我记不记得我讲到说 张开然后close 一半 好处是 张开呢 不 张开的问题就是说 你会太 太紧张 比较容易紧张而乐 眼睛闭起来 你会太放松 这样子 你很容易马上就睡着了 所以说我叫你开一半 这个是经验 这是一半 yes 很多人会说 我一半一半也 但是我也是做到几分钟以后 我开始就眼睛好像要下垂 要下垂 要睡着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赶快想到了眼睛想要太下垂了 然后你就眼睛张大 张它几次 然后再来做 如果呢又马上又是要这样子了 那你是太累了 你赶快去一个nap再回来做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讲的是丹田呼吸 丹田呼吸呢 是从上次这个复式呼吸为一组 然后往上走一个 那记不记得我说这个套功法是特别好的 就是我非常value这套功法就是说 它是循序渐进 那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本来比较会 或者有人我说我练过气功 我练过太极拳 这个来讲是好像比较简单 没有关系耐着性 还有好多可以练的 比如说把气练顺 变成你24小时都是这样子 那然后呢变长 还是可以练的 那还没有不习惯 还没练好的人呢 那就赶快加强把它练好 那我们今天呢 是based on那个 我们要开始加了一个东西 那跟这个 大家看到吗 嗯 跟复式呼吸完全一样 只是你吸的时候 看我的cursor 从你的会音 而英文叫做peranim 吸气的时候 呼障 然后呢你的想法 你的意 从会音往气海走 气海就是三指幅 从你的肚气以下三指幅的地方 然后这个点点点的就是丹田area 那就是再讲一遍 吸的时候 脏腹你的意是从你的会音 往气海走 吐的时候从气海往会音走 同样的你的速度 你找到了你的速度以后 你就是吸往这边走 看到我cursor了 吐回来 这样子 好那有人说气海是这个点 会音是在哪里 这个 Technical turn 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你的 大小便的中间那一点 这是一个 这个气功 不是 是一个针灸的一个 一个穴道 会音 那很有意思的 英文有这个字 叫做peranim 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穴道 英文都没有这个名字的 但是呢 peranim是 actually 最后这个是m merry paranim 这是会音 那我以后呢 会可能会 interchangeable讲 那以后好讲的话 比较容易visualize的话 你就想说好像是南极 我们人是一个球 那最底下那个大概就是南极 然后上时候就是北极 北极以后就是百会 好不好 那 我们开始来做一下 西的时候 想你的意识 从会音 把你的内气呢 往这边带 那现在已经会expand你的 会葬你的父嘛 所以说你就同时就想到 西葬父 然后呢 意识想 你把你的内气 很渺茫 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要去想 你说想现在想不出来 没有感觉 没有关系 就是要去想 才会有出 有这个感觉 有体会 然后有会这个 你会感觉到 西的时候 丈夫 从会音到气海 土的时候 从气海回会音 好不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做五次 一起来做 然后就有问题 如果有些人 这个复视呼吸 还不太容易做到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 用手帮忙 还是可以 但是希望尽快做到 因为在下面可能就比较 不能用这个了 因为你要更安静 这个手呢 已经是 太大的一个 对比了 好不好 刚刚有问题吗 你真的连续可以做几次 就是假如刚开始的时候 你expect 我们是不是几次 就做不更了 连续做几次 应该是 没有限制的 我说你最长要最舒服 你要记得 你不能勉强 像刚刚 就是说 Claudia有点想 就是说 我想要做很长 但是我说 记不记得 我说我这是两句话 连在一起 越长越好 但是以舒服为原则 这两个字一定要在一起的 越长越好 我硬逼 我憋气 我倒很长 第二口气就不行了 那就不是 你就没有达到我后头脚的 要舒服为原则呀 好不好 那就要做到这个 你要对 所以这个也是 你要去慢慢去找出来 你自己 每一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最舒服 但是最长的一个 这个再讲一遍 譬如说 讲过的时候拉筋 对不对 那有人拉筋 我说有的人拉到这里 哇 这里就是不能再拉了 那你拉筋一点 那我可以到这边 我在这边拉筋是没用的 对不对 那我到了这边 那我就要再下去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夫妻也是不一样的 你跟别人可能就不一样 但是没关系 记住 千万不要跟人家比 找到自己最舒服 最长的一个呼吸的时间 然后呢 每次呢 就稍微 stretch一点 ok 好不好 还有十分钟 ok 没关系 对 对 好像这样做的话 好像你到那个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了 我忘记 但是那个整个肚子就不能 大起来 好像就马上就 contract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end 到那边 就停止 然后就 你就 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全部 呼吸 就是你从那边开始 你假如要找到那个丹田的话 好像就停下来 然后就要慢慢 contract then the muscle contract 不要想 不要想 太多 复视呼吸 如果你可以做到 吸 呼 完全一模一样 再加你的意识 你就想 没有 叫你改变任何其他的动作 你不要想太多去影响你原来的复视呼吸 这个不要的 复视呼吸还是按照原来的复视呼吸 就是轻轻的加上你这个意识 从吸的时候 从慧音到气海 跟着他走 气海到气海 然后气海回慧音 就是这样子 细肠慢揉也是一样 这四个要领是非常要做的 细肠慢揉 好 我们现在来一起做五次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讲你的这个feedback 好不好 中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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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